小狗狗 小狗狗的恐惧 其实也成为了我们养宠物的考虑因素之一 不过还好 长辈们对我的爱胜过了一切 他们觉得可以为我容忍 于是我就拥有了我的第一个小伙伴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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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弟弟来了我们家之后 爸爸一开始给他立了许多规矩 不让他上沙发 不让他上桌子 不让他上地毯 哪里都不能去 可是有一次 在我和妈妈去新加坡游玩回来后 发现几天不见 弟弟跟爸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亲密 他总是黏着爸爸 爸爸也非常宠他 我有时候都在想 到底我和弟弟谁是爸爸亲生的呢 弟弟他很会保护我 有任何人进我房间的时候 他都会变得非常警惕 不过你别看他个子小 脾气大着呢 有时候我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他 回家后他就会耍小脾气 和我冷战 然后我就得努力的去讨好他 他才愿意跟我玩耍 不过说真的 在路上看到的小婴儿 都会觉得和他有几分相像 弟弟对我们家而言 不只是一个宠物的概念 而是家人 他的一生不长 大概就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既然让他选择成为我们的家人 就应该尽职尽责地去保护他 陪他走到他最后一刻 所以今天放学我不走 和你们聊一聊 关于宠物的那些事 欢迎我们的大任务